繼續我們來關心這個高雄館 雕料國中在拜日是平地炒萌萌 連三兩天是作成11月的 學生、老師身體不適合去送便宜 現在這個高雄館看報局是公佈說 這個原因原來是呆藤 在在告示的細胞兵在噴油漬 加上在當天吹這個細胞風 這個炒米才會走進去告示 所以現在呢是要求呆藤要背上 高雄館雕料國中在11月30號 發生了不免氣味有嚴重 連三兩天總共作成了21的老師和學生 身體不適合上意 環保有根據設立的調料國中的檢測器 切除了屏膝酸甲脂 跟屏膝酸遺脂基礎不正常 直到剛才大發工藥庫裡面 五間抽層跟七萬兩間抽層 結果發現是噴農的也真好 那他們去積茶台上這個員工也承認 他們那天十點左右 但是這一部分的話 所以那成分裡面他們認為是說 味道可能是造成這個血症原因 而且我們風向也正確 環保就表示 因為根據什麼東西 學校老師用鋼瓶採到的氣味做化驗 更加上比對鋼瓶庫來外的鋼瓶採用 並沒有發現屏膝酸甲脂 跟屏膝酸因子 引出根據鋼瓶三八方做存在 發現在10點左右 台藤公司在學校教學 三八方一百公斤的噴出噴 不好的氣味做成了 學生逃犯想要討 而且台藤公司也已經生人贏分了 當然空氣負覽防治法 三四一條有講到有 有益善的問題 我們會研究用這個法令來處理 那如果法令大概會罰多少錢 這個法令是10萬到100萬 在這罰款以外 環保協也要求台藤公司 要改變這個方法 而且對受害的學生做出賠償 管護也會進行協助 記者李學安 丹憲坤 高雄博德